大家好 我是 對 妳是排名第二的廣告女王 對 我排名第二 妳怎麼有臉講她排名第二 美鳳姐第三啊 真的啦 誰第一 但是 畢妮的小S 妳第一嗎 很有名的排好榜 廣告量第一嗎 廣告量 妳幾支啦 好多支喔 妳有超過六嗎 有 真的有 有沒有 有沒有 公司員工幫我穿一下 十支啊 十支 十支 學習店有十支嗎 我去電視廣告 好 所以妳要撒嬌 就假裝我們兩個對妳撒嬌 妳看哪一個比較會讓妳心動 好不好 不管了 妳帶我去看那個 妳剛剛幹嘛用胸部頂我 妳帶我去小公子 帶我看那個站這樣 我看好可憐喔 妳早就喜歡小公子 一怒一怒 是幾分 好…去看… 妳有個 那個金馬獎的主持 就真的真的要麻煩妳了 沒有問題啊 不過我在台上 講不出話來的時候啊 不可能會有這個狀況 別擔心 妳一定會比徐七弟主持得好狠 妳說什麼東西啊 好奇怪耶 我都要扯下去啊 連累會有聲音 人家比較正常啊 妳剛剛那個太恐怖了 可是很感人 就是我認識男生 我比較會被妳打動 太可愛了 對啊 還會這樣 很可愛 會不會覺得很卡通人物啊 很可愛 又有一個第一名了 超計較的 如果林志玲和我 同時推出寫真集 你 不要再講我了 不是 如果女子宿舍 一間一間隔間的領域間 然後志玲在第一間 妳在第二間領域 那杰倫進來拖地板 她會看哪一間對不對 我會先放第一間了 因為第一間要落跑比較快 妳是想看林志玲的裸體 不是 我哪裡不好 你說啊 但我講真的啦 那你真的啦 怎樣 妳剛剛不是要問寫真集的 對 我說如果我們兩個都出 很性感的寫真集 我會買妳的 為什麼 因為她一定是放不開的人 所以她不會拖到哪裡去 妳說得好 了解我 妳好 了解我 沒錯 沒有底線 就... 妳已經... 人生都到這個階段 還有什麼好事 我覺得被人家糟蹋 妳不直言 妳有沒有看過她的那個 小孩子的廣告 她連一個... 她連一個褲子的廣告 她也沒露什麼 她的表情就會很讓人家 牛仔褲 還有調整型內衣 所以我覺得妳的... 就那種... 對啊... 對啊... 對啊 妳有本事幾代學的廣告 妳也把這種表情出來 妳的褲子的小孩的期待 孫雲很久沒有來康熙了 可是她沒有來這段時間當中 CD一直在問說 誰是廣告天后的時候 我就會說是妳啊 然後她就會說妳根本只有我 可是我每個集都有看 因為我算過妳大概五隻 我十隻 而且妳很喜歡說她的都是... 妳是熊秀才會放過一次 所以她每次 那些廣告出現在畫面上的時候 妳會在那邊想說 怎麼又多一隻這類的嗎 心裡會想說又找她 她又不缺錢 對啊 去江明明為什麼要來 跟妳明星競爭 妳們幹嘛競爭我們的地盤啊 因為那個冰箱廣告 應該是我的 妳知不知道 其實也滿適合妳的 對啊 對 可是 妳是說應該找妳代言之後 賣得很好嗎 我的牛仔褲也是銷售第一名 牛仔褲的單價比那個要便宜一點吧 可是就是不同領域 因為像她就接不到牛仔褲的啊 牛仔褲妳沒接過吧 妳何必激入她 不然她現在還是競爭牛仔褲 妳不是又碰到一個敵人 我從一開始要知道 來上小意思的節目的時候 就很好奇 她為什麼身材會保持那麼好 所以剛才是用... 人家稱讚妳的 妳不會回稱讚嗎 我剛才一直沒注意她 怎麼跟他們兩個開玩笑 我覺得妳也是還滿瘦的啊 我都撐起來了 就是看起來是瘦的 妳可不可以承認 妳可不可以承認一點 沒有啦 其實裡面是我覺得 目前華人女明星當中 排名前三名漂亮的 就真的是有美貌度可言 還有兩位是... 為什麼那麼不... 不然是我的節目 我愛講你們的節目 很多媒體問我說 我心目中的美女名單是誰 妳知道第一名是誰吧 不會是妳吧 是 不會是妳 我剛剛一進來 先看她的口紅 妳是不是沒有種擦那個顏色 我有 我正要講華人女星中 能擦這種深色口紅的 對 她真的是我遇過最適合 拍平面的女明星 我改正一下 就第二適合 所以舒淇 妳現在的... 以妳現在的狀況 如果妳看到小S她們 還會有那種競爭的心情出來嗎 不會啊 當然不會 可是妳會不會覺得 很想要當第一名 我... 就是黏度這個人 可是以妳看過那麼多美女的眼睛 妳來看舒淇 排在... 艷光四射 所以妳是不是覺得 我跟安苡萱都暗淡了嗎 怎麼可能 我要替妳的前三名 就是最適合拍平面照的 前三名的女性 第一名小S 第二名小S 第三名小S 小S今天一直堅持她 是領先妳一名 回去妳會跟人家講說 那250就是... 不會... 沒關係 其實我真的覺得小S是滿漂亮的 可是妳有沒有就是到了典禮現場 然後看到其他女明星的穿著 然後心裡冷笑說 這件衣服妳竟然還敢穿 沒有耶 我好像從來沒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有看報紙說 怎麼會穿成這樣 誰啊 但我覺得妳每次穿著都好漂亮 就跟妳講 我覺得她是如果不來康熙 應該是因為妳吧 就是我 前天有個記者問我一個問題 然後說什麼 會不會拍我的鬼臉的照片 放上微博 因為我有拍什麼素顏啊什麼 我就說我不行 所以妳還是有一個關卡是不是 鬼臉那個我沒有辦法 譬如說我最近長那個過濾性病毒 然後我就拿 妳長過濾性病毒 舒淇 長過濾性病毒 妳真的很壞心耶 我跟妳講報警 妳看蛋 妳就沒有這個做預告喔 寶波 她竟然沒有得到什麼 女神的排行榜冠軍 得到這個冠軍 可是我覺得這個更好 因為表示她是很用心 三位是在第幾名啊 沒有 落榜 你們...我們現在目前坐六位 這邊三位是進榜的 這邊三位是沒有進榜的嗎 她的節目都糟蹋人 這樣 太難過... 我們今天超沒禮貌的耶 真的 所以進榜可是名次輸給她 已經根本沒有進榜的六位 請問妳們願意站起來歡迎她嗎 我願意 是可以啦 麻煩妳們配合一下好嗎 來 站起來... 然後把中間那個讓開 因為她要從中間那個門去 她要讓開 好 來 冰箱 歡迎妳的青磚咧 她要先走了 來 我們歡迎女王進場吧 現在就要看那衣服 天啊 我的天啊 天啊 我的天啊 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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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媽媽 黎黎 黎黎 妳有彎這麼彎 好危險 妳不要嚇腰啊 妳在嚇腰啊 我告訴妳們 現在女神排行夢 根本不重要 真的嗎 因為任何素人或是長相 假 像是FHM那個比較 妳明明就很計較 I don't care... 她是演技 我們現在女人在乎的是 妳的喬段剛剛我好像看過了 是... 妳們會親人做事 好棒 棒 謝謝 妳們覺得... 妳真的很久沒有當 還好冠軍 我要扶 就是以時尚品味著稱的 范冰冰小姐 她今天這樣打扮來上妳的節目 妳認為她打的是什麼心眼 她今天出的招就是 不要把小S放在眼裡 然後她就賭一個我會穿得太誇張 她就會說我在衣櫥 不小心隨便拿了一套衣服就來了 她的意思是說 老娘已經是在 已經是在混好萊塢的人 我幹嘛跟小S計較 不... 然後妳看我這個禮服 是不是就感覺太隆重 先論服裝品味的話 我跟她誰會贏 以康熙十二年 然後最後一次有來賓的那麼一集 然後范冰冰很清... 雲淡風輕的打扮 這是高招 對 所以妳言下之意是... 妳永遠是第一名 對...